重新握紧这把剑 徐扬感受到的不再是那肆意汹涌的恶意 而是无比通彻的清凉 隐隐间 徐扬的身心仿佛都融入到这把剑的内部 与剑心世界中的那道似有若无的灵魂碰撞在了一起 沉睡了几十万年 终于有人来到了这里啊 那徐扬缓缓转过山来 是一道通体红色的高大轮廓 和刚刚的虚影骷髅不同 此时这道光影对自己没有半点恶意 反而是一种依恋的感觉 就像是酒瓣朝天珠对白连雪的那种依恋一样 我身下的这些白骨都是你杀的 徐扬忍不住开口询问 对于他来说 武器就像是修士的第二条生命 如果彼此之间不能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 那么日后面对强敌时 带来的隐患将是致命的 不错 准确地说 是我上一个主人与我力量的融合 才能斩杀了他们 包括就被你踩在脚下的这条真笼 竟是一把屠龙之剑 难怪会有如此浓重的力气 怎么 你怕了 怕被我身上的气息反噬 不过我看你刚刚表现得很不错嘛 轻而易举地抹杀了欲望 徐扬轻笑 你应该感受得出 我拥有尽道之心 徐王对于我来说不难对付 真正可怕的是自己的本心 倘若我有心屠戮众生 就算没有这把剑 也一样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修行的本身就是修心的过程 提升自己的境界 用更开阔的视野回报 灌溉 守护这个世界 仅此而已 剑魂露出了微笑 你和我的上一个主人太像了 不 应该说他像你这个年纪 也只是神影镜而已 将来你的前途 比他还要光明得多呀 只要你能遵从 这葬修种的规则 与自己选中的法器 一起完成相应的历练考验 你就能真正地拥有我 并且离开这个地方 徐扬轻轻点头 我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放马过来吧 说吧 眼前的一切渐渐消失 徐扬重新获得了面向辽阔远方的视野 不知何时 这把血色古剑已经落入自己的手中 对了 还没来得及询问你的名字呢 林皇 不 这只是上一个名字罢了 你要先给我取一个新名字 徐扬一脸无语 这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 毕竟我现在对你的力量 还没有任何了解 我们更像是合作的关系 我甚至还没有真正地征服你 不算是你的主人 剑魂沉默 你这家伙真是够古板的 就没想过被你命名后 我岂不是就被你提前绑定了 许扬轻笑 这世上最难的事 也最矛盾的事 便是勉强 我从不会强迫谁做任何事 包括我自己 如果你我真的注定无缘 各自离去安好了 也是一种选择 很快 剑魂释放出了强大的力量指引 由剑魂取代徐扬 成为这一刻前进的主导 当这把尚未命名的剑 脱离这千米白骨山时 整座剑山 忽然坍塌 化为零散的尘埃 全部被古剑吞噬进了剑体之中 整个过程看在徐扬眼里 很是惊讶 你这 剑魂淡然一笑 不然你以为 我的魂力是如何成长的 每一个陨落在你手中 这把剑之下的亡魂 破碎的灵源 都将被我的魂力吞噬 当然 这对于你来说 不会有任何影响 却能够成为作为剑魂的我 带来提升 从而提升武器本身的威力 徐扬惊叹 想不到兵器领域 竟还有这么多未知的说法 妙哉啊 如果我没猜错 有了你这把剑的庇护 对抗来自对手的精神力压制 应该会很有用处 哼 这都被你看穿了 眼前的路光 逐渐明媚起来 徐扬的事业中 开始扑救出数不清的巨大猛兽 皆是藏修种内孕育出的强大骨兽 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只有灵魂体表现的魂兽 我说 这就是我要经历的考验 仅仅是带着你杀几只骨兽而已 见魂冷笑 哼 你觉得这很简单吗 凭他们的实力自然无法阻止你 你不光有深厚的修为底蕴 还有我这样的屠龙之剑可以借助 他们只是被等待抹杀的虚妄罢了 但重要的是 你的功法当中 并没有足够强力的绝命杀招 阴阳图画出的道固然强悍 但那乃是演化天地灵力变化规律的道 只能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支撑 并不能作为抹杀对手的适合作战的道之力 如果我猜得不错 先前你遇到的对手 几乎没有能在实力上超越你的 就算有 你们之间的差距也微乎其微 可随着你实力的增长 日后面临的高手会越来越多 别说麒麟山这种神职领域 一旦揭开面纱 许多力量都是无法想象的 到了那个时候 你的对手要比现在恐怖的多呀 没有足够强横的攻杀之道的力量傍身 你很难占到便宜 徐阳对剑魂的一番话十分赞同 又让他想起来时路上那神秘老者的提点 朱天之道何止千万 要学会从天地之间体察感悟更多更深的道理 才能让自己的实力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这么说 你为我提供的这一考验 就是为自己开辟出一种全新的 更加强横的攻杀之道 不错 这就是藏修肿瘤给你的唯一一种考验 当然 付出的代价就是永恒 如果你没办法在这方面 有全新的领悟和创造性的成果 那么你将永远被困在这里 刚说完 面前一只紫青色的猛虎魔兽降临 看品相强度应该是在人族的神鹰巅峰境 更可怕的是 这只猛虎背后凭空生出了一对羽翼 将他肥瘦的身体送上了虚空 小心他的空中灵光跑击 徐阳根本没有相应的防范意识 却是被剑魂第一时间感知到他的作战状态 给出了最恰到好处的提点 果然 那猛虎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地面徐阳的位置 轰下一股十分强横的灵力光球 原本徐阳站定的位置 多出了一个数米深的大坑 看上去相当的可怕